今天要来分享如何用 YouTube赚钱的方法之一 在影片开始前 请帮我追踪订阅 这里有几个知名YouTube频道 他们不是靠YouTube流量来赚取收入 而是他们主要是建立商品影片让有兴趣消费者购买 他们这些频道的策略 就是推荐产品 当有人在Google或YouTube搜寻该产品 看到这种介绍影片 就是顺势被打动 而点入影片描述代入的连结去购买 那这样频道的收入就是分享其中利润 今天我就来分享要怎做出这样的频道 只需要六个简单步骤 不需要让你的脸在照相机里出现 还不需要自己做旁白 就可以有这样的YouTube频道 看到这请记得追踪订阅 才不会错过任何资讯 第一步骤是找产品 可以是3C产品家具类或是运动产品 而如果你介绍的产品是高单价 那表示你的利润也会比较高 不过你可能会担心选择了产品 自己也不是很了解产品而无法解说怎么办 但其实你的频道不是要分析产品 而是要找出产品有流量跟消费者在找寻的 所以你也利用对的关键字 而可以曝光在消费者眼前 Vidiq下载它的Google Chrome扩充 让你省下很多时间并精准找到对的产品 下载好Vidiq的扩充后 你可以开启想调查的YouTube频道 我们来查看这个频道 这频道就是用商品影片来赚取收入 你会发现右上角有我们刚刚下载扩充后出现的功能 显示蓝色Vidiq商标 请点入这个蓝色 选择View Trending Video 点入后有弹跳视窗 展示出目前该频道热门影片趋势商品 然后你会看到有个蓝色字体叫VPH 英文是ViewPerHour 中文就是每小时观看数 也表示数字越大 商品是观众越感兴趣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支影片 有高达每小时136.2次的观看 是非常好的数字 基本上影片数字大于30的 都是可以利用的目标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列出这些你找出来的主题目标 列出后就可以开始第一支影片 影片里我们来用 5Best Gaming Laptops of 2023 有了想法再来进入第三步骤定义简短的文本 我们会用ChatGPT来写出文本 但我们这里需提供些资讯给ChatGPT 我们必须先确认这五个最好的笔电是那五个 各个地方搜寻资讯 类似该笔电规格 这些资讯是 一影片将会上传至那个平台 例如YouTube2主题 三产品描述规格 四如何的旁白语气 提供这些资讯给Chat 产出后也可以看看是否要做调整 如果没有要调整 这样我们的文本完成 接下来第四步骤就是影片制作 进入到第四个步骤 首先我们先登入Invidio选择AiText Video 也就是给Invidio文字让它转成影片 而Invidio有些模板给你选择 你可以选一个类似你想要的情节 选了之后还是可以做调整 选择对的影片规格 因为影片是要上传至YouTube 确认好要用的模板 选下Use Template 会进入要提供资讯跟Invidio的界面 右边是影片生成处 左边则是剧本 这里我们只需要把刚刚ChatGPT给的文本贴上 影片里示范一个笔电先给大家 复制贴上这里 下方可以记得勾选 eStock跟Premium 让Invidio帮你带入更多影像库里的资料 然后就可按下Create Scene 这样就可以让Invidio自动生成影片 接下来就是进行第五步骤 把正确商品影像带入 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想要的影片带入 就是用Invidio里面提供 请去左边选项Video里的搜寻 写入你想要的图片在搜寻Bar里 找到适合的就直接拖拉影片 拖拉后会跳出视窗选择Replace 则会进入另一个弹跳视窗 要你选择这段影片要取代那个区间 你可以看看自己影片的剧本最适合的调整 并选择下方Trim Video to Fit Scene 选择左下方Add加入 刚刚影片就被取代了 再来要针对商品去找一些免费可使用的影片跟图片 所以我们会使用网路 每个影片阶段会有个重点 像是第一个阶段就说要Gigabyte G5 我们可以先从YouTube找起 并选用Filter筛选选择Creative Commons 这个筛选出来的影片是版权合法使用 可以截取或是下载影片都可以 下载影片只需要复制影片连结 贴上去免费YouTube影片下载网址 像是这个网站Keep with Video Downloader 我会把这个附上连结在描述欢迎自行取用 另一个方法获得商品影片或照片是去商品自身网站 可以截图或下载 让我们回到Invidio 我们将上传刚刚网路上找的影片 按下左边的Upload上传 完成上传后 一样拖拉进去影片选择Replace取代 然后可以选择上方Animation 做些影像动态感 左边有调节功能 完成影片部分再来就是字幕 字幕在影片上方也有个Text Effects 可以改变字体大小字形颜色 进入最后一个步骤 第六个步骤是将旁白跟音乐置入影片 如果你想要你的影片是会被观众参与感 那么旁白可以是很关键之一 要自己录音旁白是非常棒 如果自己录制可以选择Record VoiceOver则开始录制 另外个简单方法是Invidio帮你生成旁白 影片下方有个VoiceOver 选择Automated Text-to-Speech 自动文字转成说话 选择后 左边会出现视窗 要你把文字键入 还有可以选择语言跟声音种类 建议选择Realistic比较自然 这里我们选择英语跟Harry的声音 并按下按钮 Invidio有中文选项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声音生成后 还可以先听听看喜不喜欢 喜欢就按下Add 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听起来很不错 再来最好是音乐 其实Invidio已经有帮你挑戏好音乐 如果对你不喜欢 可以自己调整 左边选项Music音乐 找到自己喜欢最代入即可 而当你选择音乐时 影片上方也会有个Volum and Fit 可以调整各个声轨 这样我们的影片示范到这 让我们再看一次整体影片 Kicking off our list at number 5 we have the Gigabyte G5 this laptop packs a punch with its Intel Core i7 12th Gen processor which ensures smooth gameplay and seamless multitasking the Nvidia GeForce RTX 4060 provides stunning graphics while the 15.6 inch IPS screen delivers immersive visuals at a high refresh rate of 144Hz with up to 32GB DDR54800 RAM and a 512GB SSD you'll have plenty of space for your games in lightning fast load times starting at just $1,200 the Gigabyte G5 offers great value for its performance its powerful processor and GPU combination along with a high refresh rate display for smooth gaming make it a great choice at this price point however its limited storage might be a cause of concern for some 最后右上方会出即可 任何使用上问题 也可以直接在右下方 有个对话视窗 跟Invidio的服务人员联系 是24小时服务 或是到Help Invidio L 影片从Invidio会出后上传 YouTube也记得给表态描述跟影片封面图像 影片描述里有另一个影片介绍 去哪里找可以推广并获得利润的商品 最好的地方 记得追踪按赞感谢哦 我们下次见